我觉得是可能在一段时间是完全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很难静下心来再去读一本学术的书 然后在推特上花很多的时间 然后有很多的时间是在这个公共的交流里边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来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 很多都是一些直言片语 有的时候好像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我今天发一条顺口溜之类的 但是我这么想 我觉得我们中国几千年了 我们还是这么一个低水平的民主 这么稀少的这么一个不开放的国家 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钱 可是那些贪官污吏拿走了大量的国家财富挥霍 老百姓过着这样的生活 我们每天都看到那么多严重侵犯人权的 自焚 拆迁 还有那个地沟油 毒奶粉 我觉得这么这么这么 我们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 我们要那些高深的理论干什么 我们高深的理论多得多得不得了不得了 但是我们的行动是那么那么的少 我们的行动能力是那么那么的弱 那我觉得推特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个可能性 就是人们可能 可能 可能行为 而不是说只在家里作而论道 不在家里享受艺术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必须迈出这一步 这个社会必须动起来 这个社会必须动起来 就是说每一个不公正的事情 每一个不公平缺乏社会正义的事情 它会得到讨论 它会得到关注 那些不正常的死亡必须减少 那这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人们做而不是说 我觉得我们包括这个八十年代以来 引进的西方学术 那些现代后现代成熟不穷的新的理论 太多太多 我们所有好的理论都有 我们的法律也是特别的完美无缺 可是我们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 连一个死亡学生的名字 你都不能够公开的喊出来 我们到四川去给学生扫墓 那他都不让你拍照 就是不让你拍学生墓地 不让你拍 根本就不能拍 那就说你没办法设想 当然我就是跟保安好好的沟通 我说这是一个艺术家做的作品 诸如此类 我拿到那去拍一个照片 就是个别的情况下你才拍到了 可是艾未未他们去扫墓了人家 根本告诉他说目的不存在 没有学生目的 也就是说死了五千多孩子 人们不能公开的表达 我们想念他 你要理论 你这种情况你还要理论 这是犹如仙人吗 你还要理论 还要学术 还要深度 你连基本的 正常人的感情都没有 我觉得 那什么深度 那些都谈不上了 所以我想如果这个社会 它 它确实有公平和正义 那我想 会有很多人 乐于回到苏宅